大家好,我是Chu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下午,澳洲竹總盃有一場較量 到期時劉卡素噴射機會與墨爾本勝利爭奪晉級席位 今仗對賽球隊之前結束了他們不如意的球櫃 而墨爾本勝利曾在澳洲竹總盃上有過輝煌的經驗 賽事經驗亦相當豐富 所以墨爾本勝利今仗的勝算會更高 兩支球隊之前結束了澳洲竹賽時,表現不太好 劉卡素噴射機,攻防表現更入不敷出 26場常規賽合共失45球,防守漏洞很大 而在澳洲竹總盃比賽上,最好的成績只是在2019年進入半準決賽 其他年份大多都是陪跑 上屆澳洲竹總盃,劉卡素噴射機在第一圈被淘汰 他們不擅長在這項賽事作戰 亦預示了劉卡素噴射機今場比賽可能被淘汰的命運出現 無獨有勾,墨爾本勝利上屆澳洲竹總盃亦在第一圈被淘汰 他們這麼差的成績亦體現在澳洲比賽身上 墨爾本勝利上季陷入低谷,在澳洲上以排名倒數第二,完成賽季 對比之前賽季,他們處於增冠集團 這個落差無異是非常之大 老將科娜勞尼辛賽季繼續留守在球隊 但墨爾本勝利需要找更多攻擊點,來擴充他們的功力 而令老將陷入苦戰,即是表明球隊競爭力不足 越來越成熟的巴林馬應該擔上球隊進攻上的責任 才能令墨爾本勝利具備一定能力和強隊交手 而墨爾本勝利在澳洲竹總盃上有相當不錯的歷史榮譽 前屆賽事更取得冠軍 所以說金像他們亦帶著捲土重來的決心 金像墨爾本勝利應該用勝利展開新賽季旅程